最好的人 像孩子一样 真诚 像夕阳一样 温暖 像天空一样 宁静 当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 突然就跳出了 这样的一首歌 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 包括调调 来自 奇异的 老人与少年 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 奇异FM和大家来分享收听 今晚的水浅歌曲 我是吴大侠 新浪微博 您可以搜索关注到 FM吴大侠 微信号也欢迎大家搜索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号 FM520 FM520 说到这首老人与少年 除了奇异的声音 比较的 有质感之外 他的歌词 其实写得也很棒 岁月静好 人未老 然有多好 时光 留下一张张 美丽的写照 回忆里 少年 懵懵懂懂成长的烦恼 回忆里 母亲 哼着地吊吊 曾经的少年 何处寻找 如今的老人 幸福地笑 他的歌 他的声 都可以在晚间时分 带给我们 宁静和温暖 今晚在睡前歌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这首 来自 奇异的来的 老人 与少年 路边青豆初开的少年 那是春天翩翩飞舞的蝴蝶 车站一对甜蜜的恋人 那是夏天波澜不尽的湖面 婚礼上母亲流下的泪水 那是秋天树上飘落的红颜 老人抚摸孩子的额头 那是冬天脚下踩着的白雪 岁月今后人未老 该有多好 时光留下一张张 美丽的写照 回忆里少年 懵懵懂懂成长的烦恼 回忆里母亲 横着的吊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人对他许下诺言 让他颤抖地闭上双眼 但他身体渐渐不如从前 那是他永远无可奈何的时间 过一天就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一天就陪着我一天 那是他渐渐吹下的双肩 岁月今后人未老 该有多好 时光留下一张张 美丽的写照 回忆里少年 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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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成长的烦恼 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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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笑